综合台媒报道 2022年台湾地区基层公职人员九合一选举 于11月26号进行投票 在一选举产生的21个县市长中 中国国民党获13席 民进党获5席 民众党获1席 利用两席为五党籍 蔡英文于26号晚间宣布辞去民进党党主席职务 以示对该党在九合一选举中的表现负责 在台湾地区六大都市中 中国国民党籍现任新北市长侯友宜 台中市长卢秀燕顺利高票连任 蒋家第四代代表中国国民党参选台北市长的蒋万安 也击败民进党的陈时中和五党籍的黄珊珊顺利当选 而在蓝绿胶着的桃园市 中国国民党候选人张善政已超过50%得票率获胜 中国国民党高雄市长候选人柯志恩 台南市长候选人谢龙介 则西败于民进党籍现任市长陈其迈和黄伟哲 在其他县市中 中国国民党前民代谢国梁 打败民进党现任民代蔡时应 高票当选基隆市长 结束民进党八年执政 代表民众党参选新竹市的高鸿安 已逾45%得票率当选 成为该市首位女性市长 此外 中国国民党在新竹县 张化县 南投县 云林县 宜兰县 花莲县 台东县 连江县等延续执政 出身蓝营的五党籍候选人 赢得苗栗县和金门县 民进党其余三席 分别为嘉义县 平东县和澎湖县 26号晚间 蔡英文宣布辞聚民进党党主席职务 以示对该党在台湾地区 九合一选举中的表现负责 台湾中国时报社论指出 民进党当局近四年来 在反中 抗中 爱台 亲美路线上大踏步前进 这种失衡性的偏激政策 恶化了两岸关系 逐渐将台湾推向兵凶战威边缘 致使其选情更加蒙上阴霾 评论强调台湾民众的眼睛是血亮的 为非作歹的执政者终将受到惩罚 民进党经此挫败 蔡英文以辞党主席 苏贞昌更应下台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 26号晚就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结果应讯表示 我们注意到这次选举的结果 这一结果反映了岛内求和平 求稳定 要过好日子的主流民意 我们将继续团结广大台湾同胞 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融合发展 增进两岸同胞福祉 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 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未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